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密谋夺权 比如司马懿 要说司马懿的才干 可一点也不被曹涛料逊死 否则他也不可能建立西境 灭绝曹魏 司马懿这个人有一个最突出的优点 那就是忍耐力极强 他也于曹家四代之中 养精蓄坠不露声色 最终在曹方一代 伺机而动 夺得了曹魏大权 晋朝应远而生 对于能忍之人 只有观察力极高的人才 可以发现他们的存在 而曹操其实一早就知道司马懿是个祸害 并在此之前叮嘱了继承者要提防司马懿 并以针见血 倒出了司马懿飞池中之物 总有一天会干涉政权 并叮嘱后人有机会要把他灭掉 其实曹操被司马懿的点评非常的精辟 因为在后来的故事发展中 司马懿也确实是做了这样的事 但是可悲的是 曹操的后人却没有按照叮嘱行事 也小看了司马懿这个人 最终养骨为贯 断送了曹家的天下 既然这样 曹操在尾传的当言为什么不直接杀死司马懿 免出这个后患 其实曹操并不是没有共享过 但是如果无端端的杀死司马懿 影响自然是负面的 再加上本身曹操也是一个待财之人 这么无故缘由的杀死一个有才干之人 感觉怪可惜的 所以曹操就没用把司马懿杀死 但是曹操也很聪明 并没有把司马懿重用 因为他知道一旦重用司马懿 后果将会很严重 悲催的是 曹操的后人却没有这样做 尤其到了曹瑞一代 甚至还亲手提拔了司马懿 为其铺上了一条干涉政权的大道 这下好了 司马懿有了一个开头 就一发不可收拾 迅速地成为了曹魏国显赫一时的巨头人物 后来 趁着皇帝和将军外出扫墓之际 司马懿趁机带兵攻占京城 成功地夺得了政权 此后 曹操的后人几乎被杀绝 估计是司马懿对其恨之入骨 所以当时就算大将军曹爽投降 司马懿也不见得放过他 直接就把曹爽的三族人送上断头台 惹得当时人心惶惶 就这样 曹操一手打拼的天下 就落到了司马懿的手上 而且自己的后人 也惨遭司马懿的蹂躏 如果当时曹操死前的叮嘱能够引起子孙后代的重视 猜想司马懿早就被杀掉了 甚至也不会有后来那个混沌不堪的西晋王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